字幕志愿者 李渔峰 5月18日晚 第二十二届华丁奖在苏州举行 颁奖晚会上 李渔峰和唐燕分别凭借清云志和锦绣未央 获得了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男女主角 以及十年观众 最喜爱的影视演员舒荣 堪称当晚最大赢家 奖项一经出炉 便在网上引起热议 要知道 李渔峰的竞争对手有黄轩 陈建兵 孙洪雷 黄雷等敬敌 唐燕则是击败了海情 刘虚施 刘涛 赵丽颖 天哪 人民的名义捞戏骨们也都来了 李渔峰凭借清云志打败黄轩 陈建兵 孙洪雷 黄雷等敬敌 拿到了市地 唐燕凭借锦绣为央打败海青 刘虚施 刘涛 赵丽颖 拿到了市后 可能观众们会提这个华顶奖 感到一丝尴尬了 如果候选人都未到 真的空缺了吗 在第十五届华顶奖 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2015年1月3日 第十五届华顶奖提名揭晓 其中周 迅 宫立 汤维 赵薇 范冰冰 共同角逐中国最佳电影女演员大奖 然而 在1月18日的颁奖典礼上 不知何故周迅 宫立 汤维 赵薇 范冰冰都没有出席 按照华顶奖活到不给奖的惯例 此奖应该空缺 真的空缺吗 多尴尬啊 聪明的主办方发现 没有提名的黄胜一去了现场 貌似不给个奖也不好吧 于是主办方决定临时更改提名 并让黄胜一拿奖 因此 黄胜一凭借拆散专家 你听说过 击败巩俐归来 赵薇亲爱的 汤维黄金时代等 捧得了第15届华顶奖 中国最佳电影女演员大奖 这次唐燕和李一峰得奖 其实网友的不认可 或许也是有原因的吧 青云志的收视率很低 杜瓣评分也只有5.6分 锦绣未央更是一部抄戏剧 这样的剧还得出最佳男女主角 难怪凯青 孙洪雷 赵丽莹等提名演员 压根就没现身 马荣出很招夺财产 竟让自己亲妈和准公公假结婚 这是什么套路 王宝强和马荣的事情 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而马荣仿佛人间蒸发在位露面 如今半年已经过去 马荣却在上热搜 又出来兴风作浪了 和宋哲出来开始分割 王宝强的财产了 据说宋哲的爸爸和马荣的妈妈 都帮出来了 他们俩竟然假结婚 马荣自己离婚 情人离婚 亲妈和准公公结婚再离婚 如果一切传闻属实 5月18日这天 大概会因为马荣 被定为世界离婚日 这次 马荣不仅被媒体拍到 与宋哲共用爱车 马荣的父母和宋哲的父母 也一同出现在镜头中 小十万年的马荣看上去 春风得意 双方父母还如同情人一般亲密无见 最期盼的是 这两家相聚的地点竟然是民政局 因此有群众猜测 马荣每周打赢了离婚官司 分到不少钱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下午又有媒体人爆料 这两家人去民政局 其实是双 方父母分别办离婚去了 目的是转移财产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5月10日 媒体拍到马荣 来到宋哲位于北京朝阳去的家 次日 马荣和马荣母亲 宋哲和宋哲父亲一行四人 来到顺利民政 只见马荣母亲下车进入民政局 而宋哲父亲则在外等待 关键点来了 摄影师在民政局发现马荣母亲后 在马荣和母亲的谈话中得知 马荣此次是来办理离婚财产分割手续的 随后马荣母亲与工作人员讨论财 产分割情况 而他手中的文件 正是马荣离婚证的复印件 在马荣走出民政局后 摄影师注意到他笑容满面 于是猜测 他在离婚案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 而从民政局离开后 是宋哲的父亲将马荣母亲送回家的 显得很亲近 马荣分得财产 并仍然和宋哲在一起 两家长辈如亲家般亲切 这场持续更新了半年多的王宝强 离婚案 似乎就以这样的结局全剧中了 吃瓜群众们便收起小板凳 便为宝强叹息 可怜的宝强阿姨 最终还是搭建了巨额财产 可令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 财旦还在后面 神转折来了 下午一点半左右 媒体人罗贝贝在微博中爆料称 从知情人士处得知 此番马荣 宋哲以及双方父母 被拍到出入民政局 不是马荣和王导强办理离婚手续 而是马荣母亲和宋哲父亲 办理离婚手续 马荣和王导强还没有离婚 罗贝贝还表示 为了转移财产都很拼 父母和子女都是一个母子里 可出来的无所不用其极 疑似暗指马荣和宋哲 为了转移王宝强财产 安排双方父母结婚再离婚 此条微博很快被转发过千次 但也无法真正得到核实 这个爆料就有点震碎三观了 普通群众的脑袋瓜 可能有点绕不过来 但有聪明的网友指出 如果马荣父母离婚 宋哲父母离婚 然后马荣母亲和宋哲父亲结婚 这样马荣就可以把转移财产先给母亲 马荣母亲再通过婚类财产再 给宋哲父亲 马荣母亲和宋哲父亲离婚后 宋哲父亲把财产转给宋哲 这样马荣和宋哲结婚后 就完成了财产的乾坤纳挪移 只能说为了转移财产 马荣两家这也太拼搏了吧 这事的把离婚 法制的多头才能掌握的财举啊 庞立鹏律师认为 诉讼离婚耗费人力物力 协议离婚是既平和又便捷的手段 对于王宝强而言 协议离婚能够快速解决这场 婚姻闹剧中的众多负面影响 对于一双二 女的健康成长以及个人事业发展都极大帮助 但是 协议离婚对前妻准备阶段比较严格 比如夫妻双方必须对财产问题 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且协议生效后依靠双方的自觉遵守和旅行 但是根据王宝强和马荣之间的现实状况 其实协议离婚的可能性不大 究竟新闻中的画面为何而来 想要说明什么 难免让人心存疑虑 目前 法院对王宝强的离婚案 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判决结果未出来 之前 王宝强与马荣之间 依然存在合法有效的夫妻关系 但马荣并不必会与宋哲成双入队的出现在大众事业 法院也会针对他的这种行为 做出相应的裁决 对于这种道德无底线的行为 应该人人唾而弃之 虽说人没猜死 尿为食亡 但是马荣这种行为 已经是人神共愤 说他是当代潘基连 一点也不畏过